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1章1到14节 我们一起先来看这段经文 在耶华以神所赐你为业的那地 若遇见被杀的人倒在田野 不知道是谁杀的 长老和审判官就要出去 从被杀的那人量起 这两道四维的诚意 看哪城离被杀的人最近 那城的长老就要从牛群中 取一只未曾耕地 未曾附恶的母牛犊 把母牛犊迁到流水 未曾耕种的山谷去 在谷中打折母牛犊的镜像 祭司立位的子孙要进前来 因为耶华 你的神拣选了他们侍奉他 奉耶华的名祝福 所有征送殴打的事 都要凭他们判断 那城的纵长老就是离被杀的人最近的 要在那山谷中在所打折镜像的母牛犊以上洗手 祷告说 我们的手未曾流这人的血 我们的眼也未曾看见这事 耶华 求你赦免你所救赎的以色列民 不要使流乌乌血的罪归在你的百姓以色列中间 这样流血的罪必得赦免 你行耶华眼中看为正的事 就可以从你们中间除掉流乌乌乌血的罪 你出去与仇敌征战的时候 耶华你的神将他们交在你手中 你就掳了他们去 罗在贝鲁的人中 见有美貌的女子 恋母她 要娶她为妻 就可以领她到你家里去 她便要剃头发 修指甲 脱去贝鲁时所穿的衣服 住在你家里 哀哭父母 一个整月 然后可以与她同房 你做她的丈夫 她做你的妻子 后来你若不喜悦她 就要由她随意出去 绝不可为钱卖她 也不可当婢女带她 因为你玷污了她 我们知道这段经文呢 所讲述的是 未来以色列民进入迦南地之后呢 在具体的生活中 他们可能面对的情况 那上帝呢 针对这种具体的情况 给予了两条诫命 第一条所提到的是 有人一个无辜的人 被杀害了 但是找不到被杀害的人 这个时候 对于色列民 整个社区来讲 如何去回应这件事情 那对于我们今天来讲 若有人被杀害了 找不到杀人的人 我们很多署可能把这件事情 认为与我们很多署没有相关性 我们交由警察 交由法院去处理这件事情 但是在以色列民中间 他们如何去处理这件事情呢 上帝却吩咐他们 要让这个祭司来代替 这个群体 要献祭 所以所提到的一个问题呢 就讲到 因为以色列民呢 是一个被救赎的一个群体 以色列民是神的一个选民 分别为圣的一个群体 虽然他们不知道 这个杀人的人是谁 但是呢 他们认识到 认识到这是一个罪 认识到这是会影响 整个社会的一个罪 不是说与很多人无关 而是与很多人都有相关性 所以呢 他们要借着献祭来赎罪 为整个社区 为整个群体来赎罪 其实这是对我们今天来讲 是非常大的一个提醒 对我们今天来讲 我们看待身边发生的罪恶 很多时候我们的反应 可能是觉得会抱怨 这个社会道德 这个社会这样越来越堕落 也可能会想 这个社会的支障越来越差 我们也可能会想到 如何保护自己 不被这些罪恶所影响 事实上很多时候 我们忘记了一点 我们生活在这个罪恶的世界里面 我们也是神所选招出来的一个群体 是神的选民 我们除了要保护自己之外 我们除了不要抱怨之外 我们还有一个责任 就是成为在这个破碎的世界中 成为那一个赌破口的人 成为在这个破碎的世界中 成为一个代求者 为这个世界来代求 为这个世界在上帝面前 求恩典 求怜悯 为这个世界所充满的罪恶 在上帝面前求赦免 这是我们每一个今天 神的子民 所应当担当起来的责任 让我们成为一个 为这个世界 罪恶堵破口的人吧 特别在疫情中间 让我们有机会去思考 这个混乱的世界 在上帝面前 为这个世界 求怜悯 求赦罪 求恩典 同样呢 今天这段经文 也提到另外的一个故事 就是讲到 若是有被俘的女子 成为以色列民的妻子 要如何去做 其实当一个外邦 被俘的这样的女子 成为以色列人的妻子 从某个意思上讲 她就是加入了 以色列民这个群体 就是成了神的选民 那这样的话 她要如何做呢 她经上如何描述呢 经上说要修指甲 怎么样 要换衣服 要剃头发 其实这些都是 外在的一个转换 这些外在转换呢 其实所要达到的一个目的呢 就是一个内在的身份的 一个转换 内在生活方式的一个转换 也就是说 这个女子 要离开她原有的宗教 原有的世界 原有的生活 习惯 原有的价值观 要进到上帝 所给予的这种 新的生活环境 也就是要对旧的生活 说拜拜 而是用新的生活 新的生活方式 来取代 她原有的生活方式 其实这里在提醒我们 当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后 我们的生活方式要转换 我们的行为模式要转换 愿上帝的话语更新我们的时候 让我们知道 今天我们不再随从这个世界 不再随从这个世界的价值观 而是要看圣经上面 神给我们的价值观是什么 以至于我们 自如经上所记 若在基督里 他就是新造的人 就是以过都成新的 这提醒我们 作为跟随耶稣基督的门徒 我们不要再活在旧有的价值观里面 旧有的生活习惯里面 我们要每天记得神的话语 更新改变我们 每天改变我们一点点 每天塑造我们一点点 我们每天也成长一点点 我们是一个不断成长的新人 是不断与旧有的价值观 旧有的我们的老我 说再见的一个人 愿今天我们就开始 对我们旧有的价值观 对我们旧有的老我 说拜拜 让我们每天成长一点点 要耶稣基督的生命 每天做到我们里面成长一点点 我们去祷告 天父爱我的父神 我们感谢你 我们感谢你的常识怜悯 多是慈爱的神 我们也知道 主啊 耶稣基督成了那真实的救赎者 为我们的罪 一次的代赎 就洗净了我们一切的过犯 主啊 我们知道今天我们在这个地上 你也给我们这样的一个职份 就是成为一个 为这地求祝福 为这地在你面前代求 为这地在你面前认罪悔改 这样一个群体 请你帮助我们 在面对罪恶的时候 面对神秘灾难的时候 我们不再冷眼旁观 我们也不再只是抱怨 而是我们在你面前 成为一个 势力在你面前 祷告的人 代求的人 也帮助我们 我们的一言一举 生活 行动在你面前都有改变 让我们真是一天心事一天 求你祝福 奉耶稣祷告 阿们 亲爱的弟兄姊妹 愿上帝一天看顾我们 所做 所说 所行 上帝与大家同在 再见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